三倍大的至尊牛肉麵 我們這次是採用分階段的食用方式 吃麵 非常有安心 目前時間來到倒數7分20秒 最後的衝刺階段 豆腐我耳麻巴豆的腰耶 今天我們踏入高雄 準備來迎接我朝思暮想的牛肉麵挑戰 感謝眾多小泡芙們分享我這個寶貴的信息 那我們今天的挑戰內容是 他們的招牌至尊牛肉麵 包含肉、青菜、配料 全部都是三倍 一碗售價是650元 之前時13分14秒之內要吃完 就算挑戰成功 成功的話會退報名費用600元 還有50元的清潔費 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挑戰成功吧 走吧 Let's go 店門口懸掛著金具對聯 一進門便是長長的走道打著溫暖的黃光 用餐區使用木桌椅 整個店內散發出濃厚的復古氛圍 這個湯是沒有間斷的 你說關店也在開火 關店也在沉澱 嗯 找客人來我會吃到它口味 就可能把它帶去點火 口味其他去客製化 它自己先試喝一下 它每一碗都要試 我吹這口味 喔真的喔 有 紋路很美 也有人說它是半酒半肉 嗯 有 漂亮喔 這個是基本配料 嗯 然後如果 要不要拍 帶骨小小拍 這個是我滷 滷才有 好 好 手工拉麵 這個大概是煮幾秒 沒有 這個大概煮3到5左右 喔真的喔 對 我會看它今天 像今天天氣比較吃 不要煮太久 喔天氣也會暈一下 不一樣 你喜歡吃硬的嗎 我喜歡吃偏硬的 偏硬的 偏硬的 老闆 不想出麵的時候可以出肉嗎 什麼 可以出飯 每一集都要來一點冷笑 要的吧 花椒 花椒油 這個麻油 我還沒買 這個就是牛油 好 好 接著我們把煮好麵條上的水分瀝乾 放入大王宮 一共是三球麵 看起來非常Q彈 放入至尊四寶 還有紅燒大番茄 接著放入青江菜 紅白蘿蔔 最後我們加入老闆精心熬製的靈魂牛肉湯餅 我們就大功告成啦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上牛肉麵 很大一碗 挑戰餐點已經上完啦 這個是三倍大的至尊牛肉麵 一般版的 看起來的確是三倍的差距 哇 有信心嗎 吃的完是一定可以 但是做都不一定 有多久沒有挑戰大家會往後 那在挑戰之前 你知道如果牛起來青蛙叫會變成什麼 牛蛙 蛙牛 為什麼 因為青蛙會刮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挑戰吧 這個要請老闆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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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 開始 牛蛙 牛蛙 牛蛙帶有一點細菌 口感彈牙 口感彈牙 三不塞牙 柔軟又細菌 鮮嫩 柔軟 入口即化非常入味 接著我們來一口毛肚 大番茄 飽滿又多汁 吸附了牛肉湯汁的鹹和酸甜的味道中和的剛剛好 目前挑戰時間經過一分鐘 目前挑戰時間經過一分鐘 老闆說他是使用牛健行 常常運動的部位 花蚊狀的脂肪分布均勻 細細品嘗後真的會越嚼越嚼 目前挑戰時間經過兩分鐘 目前挑戰時間經過兩分鐘 我這次是採用分階段的食用方式 先從至尊四寶 青香菜 番茄這些比較多需要咀嚼的配料開始入手 也讓胃部比較有時間緩衝 這麼快速且大量的進食 戀愛可以慢慢糖到命去趁肉吃 這樣的順序 可以讓胃部在消化較慢的食材後 有一些休息的時間 同時也可以幫助減緩血糖上升的速度 上升喔 目前時間經過快要四分鐘 我們的配料已經快吃完啦 我們看他有包麵 好 這一次老闆提供的餐具超好用的 這一次老闆提供的餐具超好用的 超好用的 看你怎麼吃麵啊 吃麵 拉麵Q彈有嚼勁 魂厚的搖桿 非常有彈性 泡了一陣子也沒有糊掉耶 現在8分鐘 那咪 到什麼東西 各位 我現在開始有點緊張 目前我們進度來到五分之一的拉麵 味道 好 有 Special 水車 目前時間來到倒數7分20秒 拆到小時候不能 目前我們第一碗麵已經快要吃完了 挑戰時間也即將經過一半 好的 我們現在開始打擾第二碗麵啦 大半開始 我確定可以 還有六分鐘 哇 好久好久 現在五分五十秒 好 好久好 現在第二碗麵 五分五十秒 飯生吃飯生怎麼樣 老闆選用的手工拉麵帶湯力很強 可以同時享受到湯頭的美味跟麵條的口感 牛肉湯和麵條的搭配非常完美 直接讓這碗至尊牛肉麵充滿了靈魂 我吃到雞花了 一分雞花 三個米 三個米 兩四五七六 三個米 三個米 三三個米 三個米 三,米 经历了长时间熬煮的牛肉汤 以花椒 麻油 牛油作为基底 口感浓厚 花椒带马 闻着飘香 喝着不腻 我接原地起飞啦 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时间目前剩下两分钟 倒数一分四十秒 挑战的最后 我们以老板的隐藏版带骨牛小排做收尾 可以玩吗 在家里太紧张了 恭喜 恭喜恭喜 谢谢 好吃耶 好像比较少吃 比较少吃的 比较很厚 对啊 比较少 怎么能让你们失望呢 谢谢 谢谢 现在来吃刚刚 对面老板娘吃我们的甜点 打破碗 还吃了 也满 还吃了 鹽奶油耶 好 那我们刚刚很开心 清闲挑战的成功 还剩下一分十七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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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甜水做的成功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去外面录结吻 还是要去吃一碗 那個牛肉有點卡在牙縫 你知道西班牙跟葡萄牙的界線怎麼抽 什麼 牙縫 好啦 那很開心我們今天挑戰成功啦 我覺得他們家的牛肉麵非常好吃 麵條Q彈扎實有咬勁 是放不爛的那一種 那湯頭的部分完全不死鹹 甚至會有一點回甘 老闆的手藝就像是給了食物一個全新的靈魂 還記得小時候我爺爺都會煮一碗番茄牛肉麵給我吃 不管在哪裡只要有一碗熱騰騰的牛肉麵 就有一種夾的感覺 那今天挑戰的過程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很怕會來不及 因為大家知道速度一直都不是我的搶項 很開心我戰勝了自己 雖然還是蠻慢的 等一下我請問就好了 今天這部牛肉麵挑戰影片就到這邊啦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也感謝老闆舉辦這一次的挑戰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這部影片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說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